同为青梅竹马,同为被劈腿,为什么说赵宇磊比谢新芳更像正常人?中国羽毛球队从北京启程前往澳大利亚黄金海岸,参加本周末,开始的苏迪玛杯混合团体赛,林丹和谢新芳临别显得稳别,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 媒体给出的评论是,林丹夫妻的感谢已经圆满修复,但是,网友似乎并不买账,纷纷表示恶心。当然,也有网友认为,谢新芳真是个伟大的女人,事实上,中国羽毛球队中,还有一对前夫妻的经历和林丹,谢新芳几乎完全相同,他们就是曾经的奥运冠军混双搭档张南。 赵云磊,同样是姐弟恋,谢新芳比林丹大两岁,赵云磊比张南大四岁,同样是曾经的青梅竹马,林丹和谢新芳相恋时都还不到二十岁,张南对赵云磊是好时,两人团都在二对,同样的战绩斐然。 林丹自不必说,2002年第一次登上世界雨连排名第一的位置,随后虽有小的起伏,但一路高歌猛进,直到后来的独一无二,谢新芳曾一度是中国羽毛球女队的准一姐,手握对内外的最好资源。 张南,21岁或是锦赛冠军,22岁拿奥运会冠军,同样的备受诱惑,许久之前,便有过林丹时长会,被勾打的传说,而闷骚形白锦小鲜肉张南,更是无数少女粉丝的挚爱,同样的被出轨。 李约奥运会后,林丹上演摸盆门,李约奥运会前,张南出轨对内女队员,奥运会中国对女双,混双成绩直接受到影响,中国羽毛球对主教练李永波能力被质疑,有如此多的共同点,却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,正如大家所看到的,谢信芳依然与林丹如交似妻,张南和赵宇磊却火速离婚了,林丹霸气外露,张南自我内敛, 谢信芳温柔贤贵,赵宇磊独立干练,事实上,由于性格的原因,拥有良好身体条件,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谢信芳,在运动场上的最好成绩也只是是奥运会女单亚军,决赛场上输给的是比她大六岁原本想要退役的张宁,拥有更坚强性格的赵宇磊则一直在女双,混双两个项目,终都达到了世界最顶级水平,而张南的崛起, 也与赵宇磊的悉心配合甚至调教,鼓励你不可分,性格决定命运,在外人看来,多数时候的谢信芳只是林丹的附属品,而坚强的赵宇磊永远都是她自己,而比较起来,赵宇磊似乎更像一个正常人, 当然,每个人都有脆肉的时候,相信谢信芳和赵宇磊也都一定有过在外人,看不到的时候默默流过泪,流泪之后,两个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,如今,赵宇磊已经在国家队退役,34岁的林丹仍然在赛场征战,张南依旧如日中天,谢信芳忙着相夫教子,不一样的路,苦辣酸甜只有自己最清楚。 感谢观看